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早上好 我是二叔行走的二次元 那现在呢 是我此行澳门的第二天 现在早上呢 九点半 有很多人都起来开工了 好吧 我要来看看 礼记雪糕专家 看看啊 轮排还有些 礼记雪糕专家 OK Let's go 我们在一集雪糕店 发现了非常多 过去获得的荣誉的奖项 所以怪不得他这么有名 冰淇淋店里 大县老板 跟我有一个同样的爱好 就是收藏过去这些可乐的观众 老板有什么推荐的 这个是那个三明治 雪糕三明治 就是他们那样最特色的 特色的 特色的 对 好 来到一家小馆街边的老店 我们一路上也都在说最好吃的味道在哪里 就是在这些街边的那些巷子里 然后走进到这一家 我们可以看看 天赋 全是名人 然后来到这里 明星 厕手 然后 当当当当当 太多太多了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就缺我们一张合影 待会儿我们就拍张合影 自己家的上边 这儿看就这个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到了澳门所谓的新城区 后面呢是非常有名的豪宅 一山傍水 而且后面会有一个当地很棒的国际学校 一学期大概的学费在九万澳门币左右 然后转过来看 身后这边的这个景象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威尼斯人 巴黎人 然后还有这个 摩博斯扎哈的作品 所以每次基本上来到澳门的时候 都会选择在这边来入住 现在依然是在澳门的住宅博物馆的附近 然后 大陆一侧的这种 19世纪初的建筑 然后颜色刷的这种清雨 感觉都特别的清新 而且坐在这里的话 吹着这种稀稀的海风嘛 对就是这样子 你会觉得空气当中特别的湿润 那无意当中呢走进了这家普国的附屋市店 然后跟老板商量以后 然后在这里面来换装也准备拍摄一段 这两天呢一直为大家带来澳门呢 白天非常多的美丽的景象 还有很多美食美景 其实在夜晚呢 他也有着别有心意的一面 那就是我们来看到这一次为大家带来的澳门光影节 那现在呢 阿叔已经来到这个广场之上呢 距离下一场的演出呢 后面有一个时间的倒计时 那下一场的表演就会开始 好了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澳门光影节 带给大家来带来的精彩内容 5 4 3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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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